老公这么好看的关系 你不跟自己老婆怀上吗 像长玉一样 像长玉一样 最近发新歌了 你们看到吗这个NV 里面有好多艺术家 你有认识的吗 对呀 有那个玛格丽特对吧 玛格丽特 对呀 还有谁呢 Salvatore 达利 对 Salvatore达利 还有呢 还有马内 莫奈 莫奈 莫奈和马内是两个画家 莫奈 莫奈 对莫奈 不要把观众 我要那个虾里面带 还有谁 哎呀 还有那个长玉 长玉我们先不说他画什么东西 对 对 画的那个镜子 我们就不说了这个两条腿 什么什么的 对不对 对对对 还有诗人徐志摩 对 徐志摩 徐志摩他撒的那个文章很骚的 对 他写的文字非常非常的骚 然后 我老公追我的时候 然后 但是徐志摩这很骚的文字 不是写给自己老婆 是写给别人老婆 别人老婆 对 所以文字上面的这个技术手段 学习一下就可以了 嗯 内容就不要学习 对对 哎呀 哎呀我发现了 杰伦哥呀 你为什么没有把我的老公也写进去 开玩笑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多多找发我的视频吗 万一那个杰伦哥看见我老公的作品 是吧 是吧 他画的画也蛮草的那种 女模特的啥的啊 我觉得 我就私信发给他看一下 欣赏一下 我是 我是没戏了 我希望他 这个下一个这个单曲啊 嗯 可以出一个什么俄罗斯老司机 可以啊 什么四季 纳达莎 纳达莎四季 反正我我觉得他这首歌写的蛮不错的 对 非常艺术气息 对呀 结了婚之后 你看我画那个女模特是越画越少 风景越画越多 就是呀 都快沦为风景画家了 你看周久能结了婚之后 他的MV里面都没有女人了 就是都是都是那个 男性艺术家 是吧 有没有一个时代的苹果呢 对 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是吧 对呀 另外一个 反正还有那个花 编书的那个花 对不对 对 现在那个就是我们中国 就是缺少很多这种有内涵的歌曲 你发现没有 网上的 对 不是这个大苹果了 就是那个小苹果了 就是呀 就是这种绿苹果真好 就我目前为止这么多年 看到过最有内涵的一首歌 因为他把就是美术史都写到了自己的这个曲子当中 包括你仔细看的话 还有别的一些艺术家 就没被我们发现的 对 反正我觉得很厉害 那老公这么好看的关系 你不跟自己老婆画一张吗 像长玉一样 像长玉一样 长玉那个肖像 我跟你说 看完之后不是我一个人爽啊 大家都爽了 都爽是吧 对 因为你知道他那个动作是这个就是两条腿分开那种 对呀对呀 看不到脸的 画谁都一样不一定要你的 画别人也行 画别人老婆也行是吧 对对对 是吧 对 你就算了 长玉是一个太伟大的画家了 我做不成这个样子知道吧 好好 我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 我们最近一直在西边这边 是吧 西九这边 真的太漂亮了 最近的天空 对呀 太美了 就不要光像这那个装钱呀 还是啥的 对不对 就都出去散散步 景上这个美丽的 风景啊 对不对 就是啊 就是啊 这个钱呢 是不可能挣得完的 对 对吧 但是美景一旦错过 美人一旦错过 就没有机会了 就是 当时我老婆说这个 要不咱结婚吧 你说我犹豫了没有 我说了要不咱结婚吧 你自己说的 我们先上车了 回来补票了 我还 跟你说咱结婚啥 不是 你这是熟化注意 对 你有人 不是你说 你得补票嘛 我就说要不咱先结个婚 对吧 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对 然后我就跟我 这个妈妈 这个给她一个惊喜 当时我还让她 我们这家吃晚饭 你记得吧 让她把盘子放下来 我再告诉她 那你看 现在就是她很开心的 就是 我们的爱情故事 已经成长五岁了 对吧 结婚五周年 孩子五周岁 不要错过生命当中 美好的东西 每天带家人啊 到这边 这个河边啊 湖边啊 对 对吧 对吧 你今天 我发现你最近瘦了 瘦了 是瘦了 因为我天天在家里 这样 啊呀 面对着宽广的 这个我们的西九 坐着深蹲 对 感觉你很牛逼 我没那么大牙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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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